搭飞机遇到小孩苦闹乱跑 是不少人的搭击噩梦 但这一项NG行为也被认为是最讨厌 香港歌手郑仲基过去曾因在机上喝醉打人 闹上新闻版面 根据英国外媒报道 航程中饮酒过渡 就是英国旅客最讨厌的行为榜首 位置第二的是放任小孩在机上奔跑 插队则是第三名 另外四五名则是在送餐时间和航程中请歇一杯 前面的人把椅子往后 然后我就用脚顶着他让他不要往后 就是小孩就在飞机上很吵 就是你可能就是想休息 然后可能就是小孩声音很大声 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实际访问民众搭击雷区都真的榜上有名 其中有些细节我们也可能曾在武艺中不小心犯过 还有就是拖鞋袜 对如果就是嚼点味道的话 就有点尴尬 打击细节有时不只是为了礼仪 专家也指出部分行为甚至会有安全疑虑 专家同时提醒在机上喝酒 因为含氧量低更容易喝醉 民众开心出游 还是别忘了打击礼仪和安全 自己开心也别造成别人困扰 再来新闻江湖流站台北采访报道